那另外再来关注的是 在俄乌的部分 那么CN报道 离海航线提供了 伊朗直通俄罗斯的航路 那么被用来运送 包含了这个 像德兰采购的无人机跟弹药 加强对乌克兰的攻势 同时呢拜登也刚对 乌克兰援助F-16来松口 那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部分 现在呢这个战争没有法宝 F-16不是 其他任何东西也不是 那俄罗斯有一天架 第四代战机 如果要在空中跟俄罗斯对抗 需要第四代 第五代 那么另外还有看到俄罗斯这部分呢 在跟乔治亚在2019年中断了 航空往来到上周才恢复 但是有一大群的乔治亚人民 在机场外抗议 那俄罗斯总统普丁就说 他们根本疯了 搞不清楚事情的原委 请到财委员 乔治亚跟俄罗斯的中间的航线 在2019年呢 因为这个一个小地方的领土增值 就是亚赛拜兰跟他们扯在一起 所以就中断了 但目前的确是乔治亚 主动提出需要跟俄罗斯 恢复航线的 但是因为有这些历史恩仇 所以有人就跑到机场去抗议 为什么要恢复乔治亚 跟俄罗斯的航上 这个空中的交通航线呢 那当然因为刚好 普丁在参加一个商务会议 商务人士都提到这个事 他的顺口说他们疯了 理由是这是你们要 又不是我要的 那我批准你们 很多人也压抑普丁会批准 因为这个在经济上是对乔治亚有利的 那普丁批准呢 他意思是说 我给你们好处 你们还不要 你们是疯的吧 对啊大概是这个意思 不过是小事情 然后美国参谋联系会主席 就是我们讲的参谋总长秘利 他讲的F-16是刚好印证我刚才那个看法 拿去试试看吧 对不对 管用再说啊 以前当然有些军事的博主动不动 讲说你看看 F-16多强啊 在这个叙利亚打得很好啊 在伊朗哥打得很好啊 在波士兰战争好像也不差啊 你是在跟谁打吧 这很好笑 你的对象是谁 对我们的对象是 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军队 那你拿这个武器 说哎呀我曾经跟那个 有点像说 这个我是班上第52名的 我去跟他讲说 你看你看那个朱凯祥 是第82名我打赢他 就碰到第一名的 我们的波机 我还能不吹牛吗 对不对 那我就先拿去跟第二名的 树将军试试看嘛 对不对 比较急的 对嘛 我是不觉得买 我会赞成 这事实上讲 F-16到底我们买了 真的有用吗 也不能说没用 至少比我们现在 现在可能我们现在使用飞机好一点 我跟蔡伟人报告 拜登为什么不卖F-16 因为他说F-16在那边会被打下来 所以不能卖出去 不是他卖出去 如果被打下来美国的军工产业怎么办 他不是松口了吗 那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第一个我们看嘛 我们后续接着看嘛 他如果没有预警机的话 你这个飞超人跟虾子一样 他以后会限制使用 不可以对俄罗斯 不可以对中国警控军打 他的区域 他的时间 可以对菲律宾打 对马来西亚打 这样可以了吧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同时另外看到 再说到这个新型的部分 还有这个伊朗 现在曝光了新型的飞弹 伊朗成功试射最新版的国产第四代 霍拉姆沙赫弹导弹 射成2000公里 专家表示呢 这代表有能力袭击以色列本土 以色列这个问题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问题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 不管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或者是印度跟这个巴基斯坦 这些领土争议的纠纷 都是英国当初殖民地的时候 留下来的 没有处理好的一个结果 造成种族之间的仇恨 自身到现在 那伊朗为什么那么痛恨以色列 我们现在讲以色列 我讲一个名字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讲不多 我们经常讲以色列 在这个约旦河西岸有囤恨区 讲得很好听 囤恨区 其实那就是什么 就是侵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就是巴勒斯坦人生活在那边 你去侵占他土地 那你为了说 我不是侵占你的土地 你有个名字叫做囤恨区 事实上这个我们知道加萨走廊 加萨走廊跟个大型监狱一样 以色列在那边盖了围墙 把那些的老百姓 这个巴勒斯坦老百姓围在那里面 所以其实就他们 这个伊斯兰的这个教徒来讲的话 认为说以色列是非常非常残忍 尤其是现在的以色列总理是极右派 用更残忍的手段 跟那个手段来欺负他们巴勒斯坦人 所以伊朗来讲的话 其实站在他们宗教立场上 他一定要报复以色列 那这个仇恨就结不完了 对不对 以色列现在从他的两国论 或者是说要两国论 就一边一国 巴勒斯坦一国 以色列一国 还是一国论 其实有些人都赞成 但是问题也都很大 解决不了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当然伊朗基于他们 伊朗基于他们国家 基于宗教上面立场来讲的话 他是激励资源他们巴勒斯坦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也希望能够发展这种武器 能够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 但是相对的就是说 你这个仇恨会越结越深 所以以色列他为了 他国家的安全 他就一定会主动攻击你伊朗 不管当初用暗杀 或者是说用各种 这个飞弹先去战机先去攻击 把你核子武器给你摧毁掉 所以我觉得当初英国殖民 离开这些地方的时候 没有做一个很好的处理解决 留下来这些东西 让这些地方的种族仇恨 以及宗教上的仇恨 一直遗留到现在 我觉得英国跟美国这些国家 应该来大家坐下来 来好好谈一谈 怎么样寻求人类的一个和平 不要一天到晚在那边打来打去 他现在伊朗发展这种武器 目标就是针对以色列 那以色列采取包括主张 一定会有的 他国家安全立场 他绝对不会掉以轻心的 好 那说到这个新闲部分 大家也关注了 在大陆部分 055的大驱生日军 现在9号 10号间友好消息 这个我跟你讲 这个我真的 我很具体的来讲 美国来讲 我用几个数据跟大家讲 美国的海权真的是已经 已经到了一个极限 已经开始在走下坡了 我南美国 我们常听到了几个军舰 航空母舰好了 它11艘 有6艘在靠港在维修 尼米兹海舰已经要回去拆掉了 对不对 这个是它的航空母舰 那它的巡洋舰 对不对 康提德罗加号 它有27艘 我跟各位报告 它10艘已经退役了 对不对 它新发展的滨海战斗舰 才服役10年 已经退伍了 已经退去了 准备要卖给台湾了 那我们台湾要不要 因为它设计不良 对不对 它最新型的这个巡洋舰 叫做朱瓦特号 它原来预算要做10艘了 后来只做了两艘 发现设计不良 对不对 功能不佳 也就做不下去了 那相对的我们看 中国现在055大区 它现在这个 我们不要讲说雷达 其实都差不多了 跟美国的他们比起来 神盾级的这种雷达系统 都差不多 一次可以锁定 一次可以追踪上千个目标 可以锁定上百个目标 来实施打击 这都没问题 双方来讲 这个雷达系统 其实都不会相差太多 但是它主要是发射器 对不对 随时发射器 也都差不多 但是中共它的战略构想 它是在沿海地区反矩子 所以以它现在来讲055 它总共 听说它要建造16艘 北海舰队 东海舰队 南海舰队各4艘 另外有4艘是UV维修的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之后055大区 他们有说一个说法 说055大区 再来更精进型的 它就改成电磁炮了 或者机关武器了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它又超过美国的所有 不管是防空啊 或者是舰艇啊 的这种武器 所以我觉得等到那个时候 真的机关武器 发展出来是 可能机会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上海已经看到 磁浮列车了嘛 那同样的在这种状况之下 它发展出机关武器 电磁武器的可能性是很大 也可能很快就可以能够看到